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做工 料子方面都不尽如人意 相比较于他家之前的那个隔板 还是稍微差了一点意思 盒子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整个是一个新的绘画形式 倒是挺好看的 AC03 纸品一张说明书 这一次它是附带了一个地台 这个地台是一个紫色的透明件 本身上面是做了一些干扫的细节 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应该是后续产品 拼成一块大饼 然后上面有这种能量水晶 也是还原动画中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这一款产品 明显有很多赶工的嫌疑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能量水晶 插上去之后的这个水口 真的还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它确实是有这种防呆设计 你可以看到有这种防呆的一个插拔 然后水口方面处理的 确实是今年第一潦草的一款产品 再来看一下产品本身 这个镜头里 这个颜色还算是挺好看的 实物的这个颜色没有那么艳 但是镜头里明显就能看出 上面的这个水波纹 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尤其是车尾部分 这个水波纹是很明显的 我一开始以为是我中奖 问了好几个朋友 好像都是这个样子 水波纹是异常明显 车头部分的水口的这个处理 还是依旧的比较潦草 尤其是车头的这个缝隙部分 我多少按压之后 还是有一定的缝隙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变形 没到位的一个原因 在车头本身 还是有一些非漆毛边的处理 我之前发的动态的时候 有朋友说 你这个毛边水口什么东西 修一修不就好了吗 确实 因为本身这个产品 它就是图一个便宜 但是你这一个D级产品 150 然后这样的一个做工 属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小贵的 再加上过段时间 应该是阿帕奇也会出这款非过山 如果阿帕奇的那个做工做的好的话 那相比较于这款产品的话 性价比来说就非常尴尬 总之在载具方面 我个人是觉得 比较一般的一个做工 倒不是说有多差 但是相比较来说 并不是做的非常好的一款 肉眼可见的水波纹 水口和飞漆处理的并不是特别得当 透明件部分是采用了蓝色的透明件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 前面锯齿状的这个透明件 我不知道原版是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之前做过 很早很早之前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不规则的锯齿状 车头这个部分 这个偏金色的金属漆 还是挺好看的 香槟金色 透明件的部分是采用了蓝色的一个香榭 小牛角的装饰是一个软胶 我这个稍微有点中奖 开盒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像小印子 回头看一看 回头看一看 对比下来哪款更好 然后哪款稍微逊色一点 就抽奖送了吧 轮毂部分是采用了锚钉轮 车尾的部分也是有金色的涂装 有两个红色的点缀 底板部分的收纳 还算是可以 然后我喜欢的玩法 就是稍微有点恶趣味 把它手炮的部分 稍微往下压一下 就有一种在载具形态 有一个推进器的感觉 整体的滚动性 倒算是非常流畅 大小方面12厘米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这款玩具的变形 这款玩具的设计 真的算是很有意思 首先解锁卡扣位点 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位置有一个卡扣 顶住这个位置往前提 然后这个部分 这个地方的一个凸点卡扣 把它解锁 这一侧也做一个同样的解锁 把两侧给它解锁开 这时候可以稍稍的 把腿部沿着它这个根部关节 往外做一个拉伸 这个地方的一个旋转轴 它是有一个锁定线位的 如果你变错的 它根本你看 这样旋转它是转不过去的 你这个地方转不过去 你就反向去旋转就可以 那脚尖的部分 在这个位置 把脚尖的部分提起来 那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圆弧的窝口 也是这个球板关节 然后把这个地方抬起来 往前避让一个空间 就是主要是想让它这个脚尖 这个位置往前提 这个后车 车窗的部分稍微收纳一些 然后这个地方避让过来 之后脚尖适当的做一个调整 后腿的这个卡扣 我们给它锁定一下 记者这个关节的部分 它这个不是两段的关节吗 在黑色的这个轴的部分 我们推住根部的一个关节 把这个轴推完 这条腿呢就变形完成 脚尖的部分呢 适当做一个打正就可以 另一条腿呢 我们来做一个快速的变形 首先呢 这个地方做一个旋转 后车窗收纳 脚尖的部分 通过圆弧的关节往前提 这个位置往前打 然后呢 腹部的这个件呢 稍微是避让一下 给它抬起来 一会做旋转变形的时候 有用的上 我们通过车尾来进行一个变形 两侧的一个维度卡扣 首先呢 顶端的一个方形卡扣 然后根部呢 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维度卡扣 适当的给它解锁 这个地方也是适当解锁 那车顶的这个部分呢 绷着是两块透明件 我个人习惯呢 是这个地方稍微按压一点 因为它是一个上下的一个关节 稍微按压一点 然后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啊 这样压一下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 对玩具的一个损伤呢 可能会更小一些 把两侧的位置呢 我们先给它解锁开 部分的正好把车尾的部分 稍微是往下打一下 这个可能是我变了很多次的一个原因吧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一个手轴关节 非常非常的怂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个例行 通过关节两侧 适当的往外打 把手部呢 先做一个变形 首先呢 肩关节 也就是后车尾的这个部分 通过双动性的一个关节往上推 这个地方的一个手型呢 就是旋转过来的车尾 给它旋转过来 那这个地方的一个卡扣的紧实度呢 也并不是很高啊 我个人这款是这样的 然后摁住根部关节 给它打平 并且呢 旋转过来 手部呢 就放平 车型的一个逆变的时候呢 我个人习惯呢 是这样捋的一个思路 一会儿就不给大家反向做一个变形了 首先呢 手部呢 你先甭管它 这个车头 这个地方捋完 然后呢 把这个手的一侧 就这个位置 给它解锁 好 解锁开之后呢 你不知道该怎么变 不是吗 你就遵循 它这个车骨头和这个车屁股 应该是一变的 所以 你就不用管它怎么转 你怎么转之后 它这一片是能凑上的 它就一样的 它就是变对的 这时候呢 你看 多少这个地方的一个转折 不知道怎么转 这时候呢 非常简单啊 就是 我们按照拼图 把这个地方拼完整 推着底部这个关节 往上推 这时候 锁性一卡 你其实变形呢 就已经是成功的 有些人呢 不知道该怎么转 这个手肘 不知道该怎么放的时候 你可以借鉴一下 我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方式可能 像我这种 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怎么什么转180度啊 手肘怎么转的情况下呢 可能会更好 更加方便的理解 那这只手呢 它是有一个玩点的 就是手炮模式 我就把这个手炮呢 给它做一个人形展示 这一侧呢 同样拖住根部关节 我这个手肘的这个位置 这一片呢 它是比较松的 然后再就是 手肘的这个反向关节的时候 它会比较松 头部呢 拖住根部的位置 把它进行一个打平 手臂呢 适当的避让 整个的腰部的这个位置呢 它是有一个大旋转 所以呢 把这几片的位置呢 都给它避让 给这个地方做一个旋转啊 旋转过来 这一侧的胸脯呢 就完成 胸脯呢 两侧是有一个拉伸的 把它拉伸一下 给它往里扣 它是有一个锁定的关节 但是我这款呢 感觉好像是锁不到位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稍微是有那么一点缝隙啊 不知道是不是 我变形不到位的一个原因 后面的这一片的关节 首先 把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两片 是两个非常小的片 把这两片呢 往里收 是这样的一个关节 拖住底部 给它往前撬 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翻折 同样呢 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一个转轴呢 它是要往前推 是一个造型键 那这两片呢 是一个筑膜的一个关节 所以呢 你可以说它是联动 或者是尾联动 两只手顶的这个位置 前面都一起往前推 它整个的这个关节 就是前面这两个造型键 是要往前探的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它后脖子这个位置 是有一个方形槽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点 你要保证后背贴合的时候 方形槽卡在这个凸点上 就说明你这个背包 是贴合正确的啊 第一个要素 第二个要素呢 就是两个车头的这个位置啊 这水口展示太明显了啊 往这个车玻璃底侧 做一个贴合 这时候呢 就算变形完成 这个位置呢 适当做一些调整 那这款飞过山的人形呢 就完成了 那整个的变形呢 流畅度来说呢 还算是可以啊 目前呢 我遇到的几个问题啊 在人形中啊 先来跟大家反馈一下 首先呢 就是这个位置的一个变形结构 变久之后呢 我觉得确实是挺松的 再加上手肘这个处理啊 也是稍微会在变久之后 会有一点点松啊 这是我遇到的一个问题 至于手部的这个造型呢 你可以适当的往下放一放啊 这个地方的一个关节 还是挺紧的 稍微拖住一些根部 再就是腿部的这个卡扣位置啊 你看 稍微还是比较松啊 它是通过这个腿窝的这个夹层 给它夹住的 但是密缝的一个紧实度来说 并不是特别的高 反倒是有那么一点点松 那就是整体的关节 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紧的地方 就有点紧的过头了 然后有些长辫的地方呢 就反倒是变一变 它就变得很松 倒角的处理啊 也并不是特别的舒服啊 因为可能是水口 没清理干净的一个原因 再加上这个倒角处理 并不是非常的圆滑 导致呢 在变形的时候啊 对手感的一个控制 并不是非常的友好 那整个人形来说呢 大毛病啊 其实也不犯 小毛病来说呢 看你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这款产品相比较于 它家之前的那个隔板呢 还是稍微差求了一点意思 到肩部的造型呢 能达到13厘米 如果算头部的话 就是12.5厘米啊 就是原模原K 细节方面呢 头雕 银色的一个面罩 后脑的部分呢 是采用蓝色透明件 但是整体的一个透光性呢 做的比较一般 面罩的部分呢 是有银色的涂装 但是细看之下呢 细节的瑕疵 好像还是有不少的 尤其是脸部的这个细节 你可以看到有多少这种 小磨痕啊 你可以 我觉得这个飞过山 应该是从东洋来的吧 日本人 这个小胡子好明显啊 然后脚部呢 是一个软胶部分 这一点还是要给出好评 根部的一个紧实度呢 控制的是比较适中的 然后前台左右的一个旋转 都觉得做的比较到位 胸口部分呢 是采用了金属漆的一个涂装 边角的处理啊 确实是有些潦草 多少呢 我这款 还有些缩胶的一个嫌疑 你可以看在光效角线啊 这两个奈奈的部分啊 确实是有点缩胶 腹部的这个位置呢 银色的一个涂装 颂部的这个部分 黑色的一个涂装 比较可惜 没有腰转 然后这个位置呢 是由两个挺大的水口处理 手部的关节呢 它是一个上下的错动关节 这个关节倒是蛮紧实的 需要拖住根部来进行一个变形 要不然的话 在把玩手感方面来说 并不是特别友好 然后手的肩部关节呢 是一个大球关 整体的肩部造型呢 是我非常喜欢 比较粗犷的那种 二头肌的这个部分呢 支持平转 手肘的这个部分啊 因为是变形需要 所以它是双段关节 小臂的位置呢 是有这种香槟金色的一个涂装 外侧呢 是有些黑色的涂装 比较可惜的就是这款呢 我觉得这个位置的一个手部呢 确实是比较松 那这个呢 相比较于原版呢 有一定的改动啊 就是半可动手 这个位置呢 增加了一个锚钉关节 大家可以看到 手部呢 可以有一定的活动性 这点还是要给出好评的 最起码你不是 原模原样的照搬就超 那这个手呢 也是有一个设计玩点 就是刚才变形的时候 特意强调的啊 一个手炮的模式 同样呢 也是采用了香槟金色的一个涂装 腿部的一个关节呢 紧实力度来说 还是非常不错的 前踢可以踢到 这么大的一个活动角度 然后后踢的时候 踢到的活动角度 是这么大 侧踢呢 到这个位置 但是呢 这款呢 你可能变久之后呢 遇到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 它腿部这个地方 它不是有一个变形关节吗 你如果掰不好的话 你可能 就腿就瘸了啊 或者是瘸了 平踢 踢到这个角度 那我这条腿呢 遇到的问题就是 你看密合的位置啊 并不是处理的非常得到 而且呢 整体的这种塑料的原色呢 可能镜头里看的不是特别明显 打光 确实是对玩具的一个美感呢 提升了 但实物上呢 这个塑料感或者连接感呢 是比较足的 脚尖的部分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紧实度呢 倒还好 左右的活动性呢 是有一些 向外呢 是有一定的接地性 然后呢 球板的这个部分 也是挺大的水口 所以导致变形的时候 这个位置的流畅度呢 做的其实很一般的 后面的这个背包的部分呢 处理的是比较清爽 这也是原产品设计非常牛逼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是设计很好 那整款产品呢 我不能说算是一款怎么样的一个产品 但是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它其实这个价格有点虚高 我觉得如果是一张以内的话 价格还是挺香的 为什么我这一次觉得这个产品呢 想多说一说这个问题啊 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四方的现象 就是这款呢 是赶在阿帕奇出货之前 就赶紧把这个评测发了 而且我看评测的时候啊 毛病没那么多 但是大货的时候 这个素质真的不太怎么敢公围啊 评测的问题 大货都有 然后呢 评测没有的问题啊 大货也有 这个话呢 还是理智的说 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模玩区的UP主 但是我建议各位民友的一个意见呢 就是一切还是以大货为主 而且呢 评测键很多时候都是厂家商家挑出好的 没有瑕疵的去做宣传 再加上灯光一打 小宣传照一拍 指定是给你忘好的节奏带 但是有些东西啊 还是一切以实物为主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理智对待 包括所有人的这种模玩的先行评测啊 怎么样怎么样啊 我们就简单去了解一下 并不要太过于认真 一切呢 还是等大家拿到手上手之后呢 对这个产品呢 有一个真实客观的评价呢 这种可能是可取度比较高 再者呢 就是我觉得这款产品呢 有一些赶工 应该是抢市场的一个原因 毕竟谁先出 谁就卖的多一点 这个阿帕奇跟他的这个价格 其实拉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大 我还是建议各位理智对待 稍微对比一下 等那个阿帕奇出来看一看 哪款呢 能更符合你审美一些 对于玩家来说呢 可能是一个更理智的选择 毕竟呢 钱都不是大风寡来的 疫情这三年 确实是大家都没钱了 玩个玩具也不容易 虽说也是摆了块钱的儿童玩具 不要较真儿 瑕疵指定是有 我同样的价位 我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 这不都是大家希望的 所以呢对于这款产品呢 我个人的评价只能说是比较一般 等后面的阿帕奇出来 我们对比看一看啊 我在这儿先简单表个态吧 就是这两款产品呢 对比下来 哪款产品呢 要稍微做的拉一点 我就把哪款产品呢 抽出来 给大家当一个福利 抽奖送给大家吧 那今天的视频啊 我们就做到这儿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不定时更新 下期再见 拜拜